一加一罚球未中 军锋队进攻 还剩下不到两分钟的时间 戈兰 来自塞尔维亚的国际球员 犯犯规 一加一 都刺激了 现在两边的团队犯规都已犯满 加一你来做衣服 养过王虾顺 你来养过 挡拆 不要犯规 犯规发球 第一防命中 军锋队 十一比二十 篮满 第二防没中 篮下 篮满冰枪 米兰还是永远篮满的神的 米兰有点海耶斯的感觉 他们欧洲人打成斗的这种感觉 第一把中 继续通过罚球来追分 十二比二十 妈 走一次 我知道 篮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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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一次两防沉重 十三 比二十 走一下 在第一节节组前 全球队还能拿到多大的领先呢 胡泽玉漂亮的突破分球 看看高三宝突进来右手上 篮满 他站住打完全可以别乱打 高正宝面对米兰 非常冷静 右手上篮命中 天津队二十二比十三 领先九分 格兰会转身这一下要失误 失误了 好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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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马下还不 还不 还不 三号 谷泽玉这下漂亮的鸡丁几起 nice 来自小红卫的个人能力展现 谷泽玉的鸡丁几起 骗掉了面前所有的防守队员 一分 来到十一分差距 现在决谋队十三比二十四 齐婷直接追成三分 头短了 这段时间在决谋队这边 在运动站上都没有办法拿分 这是一个非常头等的问题 天津队把握住场上的进攻节奏 不断的在湖顶的交叉 没有问题 谷泽玉再把球拿回来 还有七秒变向 谷泽玉再给到李嘉义三秒转身打 这下白晶收下狼板 看看在最后的进攻时间 白晶一对二 反归 白晶拿到两次罚球 白晶好勇 在天津队这边 一号孟子凯已经拿到了个人的三次反归 正在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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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白晶第一罚位中 来掌声也鼓励一下白晶 白晶身高194公分 体重82公斤 号称冷面刺客 看时间不要犯规了 掩护可以换 再向掩护可以换 第二把罚中 现在比分还是十分差距 天津队24比14领先十分 天津队将来打掉最后的十秒的进攻时间 天津队第一阶最后一攻 古德玉变向 横向的传球 大概在右侧三分 4.3秒给到追猛队 五三 四秒 不让他掉 小谷 张国来防 直接往前 叫白晶 但直接传球出界 来 大晶身高 慢点 继续 一连车里面我外 加一帮领导 天津队第一阶发球 这家 发球界 假如初来之后 不要犯规 三字发球 不要犯规 别犯规 天津队在第一阶收获了一个非常 让他们满意的第一阶结束的方式 孟子凯身高205公分 体重93公斤 抢上四肢前锋位置 第一阶发中 第二阶也中 26比14真经队 领先12分 三八两中 两秒时间 这下直接往前甩 米兰这差点来一个篮球场上的直接达阵得分 第一阶比赛结束 26比14 还是打得比较乱 天津队的防守的强度比较大 没有就是很好的就是去适应这个防守 所以第一阶就是显得就是非常被动 中央队的防守强度很大 他们上来会给我们压力特别大 所以我们上来可能有点不习惯 如果你押忍它 你不能让它过来 对 刚才就是米兰那个 你叫做鱼 你不能让它过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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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们的目的是 不让它走上线 随便要走上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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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弱刺两个人 如果这边如果不要上线的话 弱刺人要及时守护 保护了一下 如果这边如果不要上线的话 弱刺人要及时守护 在我们上线的话 你们都会打得比你弱 所以他们在领先 你们一定要强硬 我们要做 做二 张旭在这儿 一 三 过去 然后传球到手地手 然后往里跑 没有 拉开张旭接球 下去 给传球投篮 这给了头表篮 大帅 手地手出来 再传 OK 肯定有了 他们就是动两下就没有了 就防不住了 没有 你们在其他准备好 好不好 好 加油 快点防守 拉满球 拉满球 走 来 我第二阶把比赛追回来 加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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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军盟队 加油 第二阶比赛 比赛开始 防一下了 军盟队 好 八局进攻 现在军盟队已经落后到了 12分14比26 张志源 体上的掩护转移 CJ在右侧三分空位出手 没有命中 很好的三分空位机会 CJ没有把握住 现在CJ要追防着自己 上赛季天津的队友 这次20号和思雨外线三分位中 非常漂亮的点掌篮板 很聪明 而且我们也看到 33号 张老旭也来到了场上 身高221公分的老旭 这也是他的天津的首秀 全盟队防守犯规 你俩太近了 拉开 看到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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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何思雨发球 张兆旭提向来接引 胡泽宇观察之后 持得帅点开对方 冲击篮光 右手 这下差一点 但是有张兆旭在 没问题 再拿一次进攻机会 给到第一位 增值 沙庄二中绝杀了 六人 哦 我看了 怎样 对我来说也是 比较美 陈天洪发出来之后 下棋啊 两回打尽 没等几秒 关键时刻 张显英球本色 还是防线点员啊 哇 追上了 追上了 这个球 打了那场球之后 被他们打哭了 那你下次还会被打哭吗 这档不会被打哭了 因为 毕竟只是高中的 最后一场联赛嘛 只是高中的最后一场联赛嘛